就是展望會的同事們 一直想盡辦法讓她在選擇過程中不要被我看到 就是他們希望我跟她的第一次見面是 是那種超驚喜啊有那個效果 然後結果就是我去上廁所然後走回來的時候 就從那個人群中一個小蹦蹦 然後看到一個小小的背影 拿著我的照片 我說欸那不是我的照片 就是你知道所謂的一眼瞬間 讓千方萬方就是不要讓我先知不要讓我被巨頭 所以我是覺得有一種就是那種 一個奇妙的緣分在我跟她之間 一開始的甘蔗甜是我最震驚的時刻 她身上會每天帶著多少傷痕回家 沒辦法去上課 她們在面對困境的時候 還想要迎接更好的未來 還有她們那個很簡單就可以得到快樂的單純 她這次去烏甘達好像多了一個女兒對不對 剛剛看那個影片 有特別提到就是任養的一個女兒 對 活動之前一群小朋友聚在那邊 然後全部都是小女們 大概就是那個年紀七八歲 我那時候就一直偷偷在旁邊看說 哪一個會是我 Oh my gosh 通常就是一些很活潑的小女生會最抓人眼球啊 有的就是會在那邊打來打去啊 有的會在那邊掀裙子幹嘛 然後後來就是選到我的就是剛剛在影片中看到那一個 就是出乎我意料的害羞 那種感覺就是很奇妙 因為我又很怕我會嚇到她 就是那個第一次的接觸 會有一種覺得命中注定的感覺 就是掌用會的同事們就是一直想盡辦法 讓她在選的過程中不要被我看到 就是他們希望我跟她的第一次見面是 是那種啊超驚喜啊有那個效果什麼 所以他們就是一直想要確保說 所有的小朋友都選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在一個比較確定的地點 然後再安排我們兩個相接 那是導演希望的 然後結果就是我去上廁所 然後走回來的時候 就從那個人群中一個小蹦蹦 然後看到一個小小的背影 拿著我的照片 我就說欸那不是我的照片嗎 就是你知道所謂的一眼瞬間 上千房萬房 就是不要讓我一些枝 不要讓我被巨頭 可是我就是在那個上完廁所走回來的路途中 看到說欸那不是我的照片嗎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種就是那種 一個奇妙的緣分在我跟她之間 那我跟自己的小孩講說 有很多類的姐姐嗎 有嗎 有 他們有什麼產品 兒子應該 因為我兒子兩歲半嘛 他就是 有點就是似懂非懂 因為她連姐姐的這個概念都還不太清楚 然後我們只是就是一直跟她講說 有一個非洲的小姐姐喔 然後她說 她的牙齒 就是出於她的牙齒跟她的白吧 就是 可是她就是有注意到這個人啦 然後 所以我現在就是很期待 可以收到她後續的照片 跟她的回信 或是她畫的圖也好 我會馬上再跟我的小孩分享 每一年都有的話 她總有一天會知道 這個人的存在 還有我們跟這個人的關係 這個就是 是一個很美妙的連結欸 就是